欢迎来到明案追踪,我是Bin 我们今天讲的故事和家庭暴力有关 一位年轻的妈妈在饱受家庭暴力之后奋起反抗 在生死关头,她开枪自卫,射杀了自己的男友 在她自首之后,舆论和大众几乎一边倒地支持她 而警方经过调查之后,却发现本案疑点重重 这起案件就是著名的尼克沙夫案 尼克于1989年出生 在2008年的时候,19岁的尼克遇到了21岁的克里斯 两个人当时都在同一所体操馆里当教练 由于年纪相仿,又有许多共同爱好 两个人很快就坠入爱河,一起搬到了库普吉普西市 这是美国纽约州哈德逊河畔的一个小镇 人口只有3万人左右 在相爱四年之后的2012年 他们有了第一个孩子,Bin 跟其他情侣不一样 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领证、结婚 而是一直保持着同居关系 笨的降生给他们带来了快乐 同时也带来了不小的经济压力 然而,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尼克声称,克里斯开始对她不一样了 她失去了以往的温柔和关爱 反而经常对她施以暴力 在她不愿意的时候,和她强行发生关系 2014年9月,尼克来到了华沙兄弟医疗中心 这次的情况比以往还要严重 尼克声声,克里斯用厨房里烧热的勺子烫了她的前胸 通过仔细检查 医疗中心的护士发现 尼克身上有多处家庭暴力的迹象 包括脸部的瘀伤 脖子后面的瘀伤 肩部后面的一个咬痕 双手上的瘀伤等 医院把尼克的资料记录在案 同时建议她寻求法律上的保护 但是尼克拒绝了 2015年2月 他们的第二个孩子Faye出生了 不过看上去 克里斯并没有要停止她的暴力 2015年11月 尼克联系了政府的社会服务部 她向政府转言沙拉 讲述了自己的不幸遭遇 在听完尼克的讲述后 沙拉认为事态严重 于是把案情上报给了当地警局 处理这体家庭暴力案件的是鲁斯洛警探 尼克向鲁斯洛警探 控诉了克里斯的长期暴力行为 说克里斯甚至拍了他的不雅照片和视频 上传到了某色情网站 这让他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打击 并且向鲁斯洛警探 提供了照片和视频作为证据 听完尼克的叙述 鲁斯洛警探决定新逮捕克里斯 不过在动用警力之前 按照规定 他需要在自己刚才的政词上签字 这个时候 他突然退缩了 迟迟不肯签字 鲁斯洛警探开导他说 我手下的警员已经准备好了 你需要做的 只是签字 我们来帮助你 请相信我们 在迟疑不决之后 尼克最终还是没有签字 两年过去了 时间来到了2017年 尼克身上的伤痕 似乎并没有减少 一切都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 一场悲剧 终于上演 2017年9月28日 这天是星期四 在凌晨2点16分左右 夜里巡逻的警员理查德 发现了一件怪事 在一个街口的红绿灯前 停了一辆车 然在绿灯的时候 车子却并没有前进 理查德警官随即下车查看 之后惊慌失措的尼克告诉警官 他刚刚从家里出来 就在十几分钟前 由于自卫 不得已开枪射杀了自己的男友 克里斯 理查德警员听完后 马上拨打了911 赶到案发现场后 警方发现 克里斯仰面朝上 倒在客厅的沙发上 太阳穴的位置 被子弹击穿了 岛屿失去了生命气息 中期手枪被丢在地上 克里斯的手机被放在沙发上 手机上面有克里斯和尼克 两个人的指纹 在浴室里 警方发现了克里斯的电脑 整个现场比较整洁 看不出有搏斗的迹象 由于在起诉尼克之前 管辖普吉普西市的达县检查部门 已经处理过尼克的家庭暴力诉求 为了避嫌 让案件保持公正的审理 达县检察官将案件 递交到了隔壁普姓检察官 查纳克劳斯的手里 克劳斯是一位 有着29年经验的资深检察官 处理了无数案件 非常有感染力 他表示 作为一名女性 我深切地理解家庭暴力的痛苦 但是作为一名警察官 我的职责是寻找真相 克劳斯花了6个月的时间 仔细地检查了每一条线索 核对了每一条证词 汇见了每一位证人 他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 2019年3月13日 尼克坐上了被告席 他面容憔悴 瘦小的身躯 还不时地颤抖着 他用微弱的声音 缓缓道出了案发经过 在案发的前一天 政府的儿童保护人员刚刚来过 他们的到来 让克里斯发生了一些转变 克里斯一改往日的粗鲁和暴力 突然间变得很温柔 但是到了晚上的时候 尼克感觉事情不对劲了 他感到克里斯的眼神中 透着丝丝凉意 克里斯带着他 缓缓地走去房间 当着尼克的面 给自己的手枪装子弹 并且还把一颗子弹递给了尼克 让他帮忙装 尼克此时心慌意乱 颤抖着装好了子弹 最后在浴室里 克里斯侵害了他 并且把自己的电脑扔到了浴室里 之后克里斯要求尼克和他 一起在沙发上睡 在感到克里斯睡着之后 尼克起身 想趁机逃走 没想到此时 克里斯突然坐了起来 转身就从后面的枕头 掏出一把枪来 尼克坚撞 迅速上去推了他一把 随后飞快地捡起了 掉在地上的枪 用枪指着克里斯 这时候克里斯说 你不敢开枪 我会把枪拿回来 先开枪杀了你 然后我再自杀 之后我们的孩子们 就没有牵挂了 说话的时候 克里斯的眼中 充满了恨意和杀机 听到这里 尼克走上前去 对着他的太阳穴 毫不犹豫地开了一枪 克里斯 应声倒下 尼克的律师表示 克里斯的杀人动机明显 尼克纯粹是为了自保才开枪 因为在2017年9月21日 也就是案发的6天前 儿童保护服务 接到了一个匿名电话 电话里的人声称 尼克身上的御伤 和克里斯有关 两名儿童保护官员 随即在2017年9月27日 也就是案发的前一天 找到了克里斯 他知道自己的暴力行为 将会浮出水面 变得人尽皆知 这让克里斯恼羞成怒 动了杀机 检察官这边则认为 儿童保护服务和克里斯的会面 即将拆穿尼克的骗局 克里斯会作证说 根本没有所谓的家庭暴力 尼克害怕儿童保护服务 他得知到真相后 会取消两个孩子的监护权 所以他才是动了杀机的那个人 通过对案件的调查 检察官克劳斯认为 尼克所生的家庭暴力 可能根本不存在 因为有很多地方 并不符合常理 首先是尼克证词的不连续性 从2008年开始约会 到2017年克里斯去世 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结婚 而且从交往的一年后 尼克才同意克里斯和他发生关系 并且他在和朋友的聊天中表示 克里斯非常温柔 在亲密的过程中 也非常在乎他的感受 在2013年和2014年 他还送给克里斯爱心卡片 里面详细描述了克里斯的各种优点 包括他是一个有爱心的父亲 是一个对他温柔体贴的男友 这样的亲密关系 也符合克里斯的学生 同事和朋友们对他的评价 因为在外人的眼中 克里斯从来都没有变过 一直是温柔善良 对孩子非常有爱心 而尼克之后描述克里斯 是家庭暴力男的形象 来了个180度大转弯 变化太大 而且克里斯性格的突变 尼克给不出正当理由 其次尼克表示 从他5岁开始到现在 已经至少被4个男人性侵过 但是很多具体被虐待的细节 却记不清了 警察官克劳斯表示 在尼克的证词里 他身边的所有男人 要么是跟踪他的 要么就是性侵他的 没有一个正常人 作为陪审员的你们 应该想一想 这样的证词 有多少可信度 更夸张的是 在和克里斯同居期间 尼克还秘密地 和一位45岁的警官约会 并且发生不正当关系 如果他真的被克里斯虐待 难道他就不怕 克里斯发现之后 对他报复吗 在经济和家里的大小事务上 也都是尼克作主 他坚持不去医院 而要在自己的家里 生第二个孩子 坚持全家 必须吃昂贵的有机蔬菜 坚持让克里斯 一个人去上班 买菜 购物 而且每周 必须预留出自己的零花钱 自己去花大量的时间 和女性朋友们 参加各种活动 而且克里斯 也从来没有限制他 去寻找任何帮助 包括各种诊所 医院 和不同的政府救助机构 如果他是家庭暴力的受害者 在家里 他应该没有话语权才对 他的活动 至少会受到限制 但是从尼克的生活轨迹来看 完全不像是一个被虐待的人 在2017年8月 尼克发过不少侮辱的信息给克里斯 类似 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 这看上去 怎么也不像是一个懦弱的受害者 反而显得克里斯 才是他虐待的对象 尼克的律师表示 从2012年开始 尼克就不断就医 多家诊所和医院 都有他的就诊记录 他的多位朋友们 和医院的护士 医生 都可以作证 这表示在过去的至少五年里 他一直生活在家庭包里的阴影中 他们还请出了当时的鲁斯洛警探作证 鲁斯洛表示 当时的确收到了尼克的报案 因为他的不雅视频和照片 被上传到了色情网站 虽然最终尼克不愿意在当时的证词上签字 但是鲁斯洛警探认为 尼克的确受到了身体和精神上的双重伤害 检察官在表示 三番四次的就医记录 虽然显示他有各种各样的伤痕 时报者的名字写的也是克里斯 但并不能证明真的就是克里斯做的 因为医疗机构 并不会像警方一样提取DNA 指纹等证据 所以即便尼克声称自己的伤痕都是克里斯害的 但是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证据来支持他 并且他身上的各种伤痕 无法排除是否是他自己的自残行为 无法排除是否是其他男人的作为 甚至无法排除 是不是在他们发生亲密行为的时候 故意造成的 至于上传到色情网站的图片和视频 里面都是只有尼克一个人 听不到声音 也看不到任何男人 所以根本无法确定是不是克里斯上传的 尼克和克里斯住的是一栋公寓 而公寓楼的隔音是很差践的 警方走访了楼里的每一户连聚 从2012年到2017年5年的时间里 没有一个连聚听到过他们有激烈的争吵 尖叫或者打斗的声音 如果家庭暴力真的存在 为什么会这么安静呢 在案发的一个半月前 也就是2017年8月 尼克给朋友发了一条短信 上面写道 我还没想明白怎么杀了克里斯 而不被警方抓到 所以我现在还是老样子 尼克的律师说 这条短信明显是他开玩笑的 因为短信的结尾加了一个表情符号 检方却表示如果是开玩笑的话 克里斯也就不会被枪杀了 尼克很早就计划好了 这根本不是巧合 而是精心设计的谋杀 尼克的律师表示 在案发的两小时前 也就是晚上的11点30分左右 克里斯的手机搜索了 自建时候的头部射击位置 尽管这条搜索后来被人为删除了 但他表明克里斯已经下定了决心 要先杀死尼克 然后开枪自杀 检方却认为 尼克承认自己知道 克里斯手机的密码 所以他应该是趁克里斯熟睡之际 打开了手机 伪造了搜索记录 并且在之后删除了他 更重要的是 克里斯的手机里还搜索了 警方能否发现被枪杀的人 是否在睡觉 这条搜索记录也被删除了 但是明显这条搜索记录 更像是尼克做的 而且如果克里斯真的决定要自杀 他都要死了 何必大费周章地 又去删除搜索记录呢 况且克里斯被发现的时候 他是仰面朝上躺在沙发上 太阳穴的位置中枪 法医鉴定显示 枪口周围有皮肤组织 表明开枪的时候 枪是直接顶在克里斯的太阳穴上 所以很明显 是在他睡着的时候 被人开枪击中 尼克说了谎 尼克这边则坚决反对这一点 他们请出了法医鉴定专家 专家表示 虽然枪口周围有皮肤组织 但是通过各种检测 都无法判断克里斯中枪的时候 到底是睡着还是醒着 说克里斯是睡着的时候中枪 没有可靠的依据 所以尼克并没有说谎 控宾双方各执一词 争执不下 2019年4月12日 陪审团认为 尼克在案发时候的行为 不符合自卫 认定尼克二级谋杀罪和一级误杀罪成立 裁定一出 一片哗然 有人欢喜 有人忧 尼克的支持者们表示 法律系统颠倒了黑板 没有办法保护受到家暴的女性 克里斯的支持者们表示 感谢法律的公正 终于还了克里斯一个公道 各大媒体也都用头版头条 报道了此案 网上的留言特别是女性 绝大多数都是支持尼克的 认为他遭到了误判 请求给予他重新审判的权利 在陪审团裁定的一个月后 也就是2019年5月 美国纽约州州长安德鲁库默 签署了一项重要的法案 家庭暴力幸存者法案 这条法案旨在给予那些 曾因遭受家庭暴力而犯罪的人 减低一定的刑期 刑期可以从最高的无期徒刑 减到最低的5年 但是需要满足严格的条件 所有的人都认为尼克这次算是得救了 然而现实的一盆冷水 无情地浇了下来 2020年2月5日 主身法官爱德华麦克劳林表示 尼克不符合他认为的警心条件 原因基于以下四点 尼克证词的不确定性和不连续性 显示他谎话连篇 尼克声称的被克里斯长期虐待的关系 无法证明其真实性 即使是收到了家庭暴力 他已经收到了大量的专家和多个政府机构给出的建议和支持 他明白自己有大量的机会可以远离克里斯 但是他没有这么做 克里斯离世的时候是仰卧的 应该是在没有任何抵抗的情况下被谋杀 2020年2月11日 法官爱德华判处尼克终身检检 19年不得假释 安静宣判后 尼克提出了上诉 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任何更新 女性群体的社会地位 虽然在逐年攀升 但现实的情况是 家庭暴力并没有因此而减少 即便是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 家庭暴力的严重性也触目惊心 美国司法部在2000年的调查中发现 在美国有22%的女性 和7.4%的男性遭受过家暴 其中60%在美国的印度女性 遭受过家庭暴力 再次我做个唐僧啰嗦几句 希望男性土猫们善待自己的另一半 动手绝对不是你爱她的表现 请尊重她的选择 在她选择离开的时候 默默祝福她 同样站在女性的角度 如果你的爱人对你家暴 请记住这不是爱 不论她怎么解释 请不要相信她 在这种畸形的爱情下 你受的伤只会越来越严重 选择放手 你会发现生活还会一样美好 如果你的朋友或家人遇到了家暴 请不要做一个沉默的旁观者 你的鼓励和爱护 是他们走出黑暗的一盏明灯 我们回到案件本身 妮可在听到判决后 当场声泪俱下 她说了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这就是为什么女性不愿意离开 我知道杀人不是解决办法 也知道留下不走的痛苦 但是离开 并不意味着你可以正常生活 听完故事后 你觉得你可是哪一种人 是一个单纯的家暴受害者呢 还是检方 陪审团和法官都认定的 心怀鬼胎的冷血杀手 至于克里斯 他究竟是外人眼中的那个温柔善良的男人呢 还是妮可口中的那个令人厌恶的家暴男 欢迎留言发表你的看法 我们下期再见